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大区别 就是佛教它是一个彻底追求真理的宗教 不光是追求世间的真理 它也追求初世间的真理 在佛教追求真理的路上 它从来就不怕否定自我 从来就不怕推翻自我 它总是在不断否定自我中往前走 佛教本身的魅力不光是它的宽容 还有它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人间苦难念自在自 更有庞大的哲学学说 佛教从来不是强迫别人相信的 它的观念是一种自省观 从佛教的一切有部 到后面的新旧为师宗 到后面的陈纳法称的亮论 都是人类哲学文明里不可跨越的高峰 但非常可惜的是 在中国大多数就不传了 我们不是沉迷在禅宗那种格言式的 或者预言式的故事里 凭断章取义的一句佛语去理解佛教 就是沉迷在藏传的密教里 可以这么说 几百年来佛教的正理不传久矣 关于佛教的义学是我们本章的主要内容 如果没有兴趣听的同学可以跳过这一章 在布派佛教的早期 大跃之就是贵双王朝的统治 是大成佛教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说过在贵双王朝建朝之前 这个地曾经短暂的被一个希腊部族统治过大夏 希腊文化的长期寻陶下 大跃之建了一种为了表现佛的本身 以佛的菩萨诸行的这种歌颂形式 就是为了歌颂佛本身的这种歌颂形式 艺术形式就叫建托罗佛教艺术 罗就是当时贵双王朝的首都白沙瓦 建托罗的佛教艺术本身其实是希腊艺术的一个分支 而贵双王朝着力支持的是小成佛教 特别是其中的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是佛教史有史以来 第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派别 带有非常浓厚的经缘器 从他的经书里可以看出 包括他的饲养体系可以看出 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 这种思辨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 有部特别愿意用阿批坛的形式来发挥佛教的思想 为阿批坛汉语就叫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问问题回答问题 这跟该地区一贯重视 用智慧来做解脱有密切的关系 有部的论著是在公元四世纪才开始大量译成汉文的 有部提出的禅法 实际正是中国禅宗禅法的和中国禅宗思想的主要来源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 有部是从画地部而来 上座部画地部而来 所以实际禅宗他们的主要思想来源 其实是小城上座部 中国最早引入的有部论著是安氏高的安班首义禅 到了五世纪初 东晋有一位名僧 纠摩罗什 这个就是金庸小说里常提的纠摩志 他向中国介绍了一套佛教禅法 叫五门禅 综合了当时有部大师 室友众户等等说法 但是实际上纠摩罗什是大成宗师 纠摩罗什 他也念齐婆罗什 汉语翻译叫童兽 他祖籍天竺 是混血儿 生于今天的新疆 当时叫归祠国 就是今天新疆阿克苏地区 库车地区 我们在公开课里讲过 童树是佛教八宗之祖 而纠摩罗什 主要翻译的是龙树的作品 所以他又被称为中国佛教八宗之祖 译经以及佛学的造诣 可以称之为前无古人 但非常幸运的是后有来者 他有四大弟子 这四大弟子对中国后来佛教的发展 以及教义的递进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四个弟子就是道生 僧赵 道荣 僧瑞 他们合称 十门四圣 丘摩罗什又被中国古代僧人称为千古一僧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禅法 实际是小城 因为丘摩罗什他异过小城禅法 实际他是大城 所以我们绕回继续来谈小城有部 在小城有部里头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菩萨式的人物 这个人物叫马明 他在中外佛教史上都非常的著名 有部 不光把马明作为本宗的重要传人 甚至说作为本宗的吉祥物 但是马明宣扬的佛教 实际的主旨是兼就寄物 其中大城的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他在中国与龙树齐名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有本著名的经书 叫大城起信论 当然历史学家考证 这本经可能是假托他的名字做的 是作为的 说有部的哲学体系 是早期佛教所有理论体系的总结 或者说是小城佛教真正的代表 其影响于后世佛教哲学极为甚远 有部 拿什么作为自己哲学的入门呢 有部 把分析法相作为自己哲学的入门 所谓法 是指事物的本性 或者说自性 相 即是事物的相貌 或者说是现象 因此 法相的意思 就是事物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从这种意义上说 世间是没有不知道法相的人的 因为法相就是世间物 它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作为人 或者一个观察者 你的生活就是必须要直面 一切对象 这对象的本质 和对象的精神 或者它的自性的统一 就是法相 而佛教的解脱之道 或者说有部提出的解脱之道 是要你超越世间对事物的认识 达到一种无常无我的特殊智慧 因此 去分析法相 成为了有部 去表达自己哲学的主要方法 前面也许我们说的很绕 但是我们一句话就给说明 有部的整个法相观 是什么呢 有部说的就是 看问题 不能只看现象 要看本质 这就是说有部的哲学本质观 阿皮谈心论 作为说有部哲学的奠基文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不法离他性 各自助己性 故说一切法自性之所设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特定事物 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是他自性决定的 有什么样的自性 就有什么样的事物 大家可能不理解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虽然不是很恰当 但是有助于你们理解 我们拿泥土做了很多雕像 泥土是这个雕像的自性 而雕像 它是无自性的 雕像的自性是泥土 没有这种自性 就没有这种事物 就是没有泥土这种自性 就不会有雕像 因此自性是真实的 永恒不变的 所以为之有 或者说叫自性不空 相对而言 被自性决定的事物 是变化无常的 我们说过 变化无常的就是虚假 就是空 泥土做的雕像 是随时可以根据 泥土的样子去变的 我们随时可以改变 一个雕像的样子 泥土的自性是有 而雕像是变的 所以由泥土的自性 产生了雕像 雕像就是空 而泥土就是有 所以自性 和由自性组成的事物 就变成了两种 完全不同的存在 自性 哲学上讲 是一种蕴含着 转变为具体一切 可能独立实体的能 就是说 它可以转变成一切 具有自性实体的能 它有这种能量 作为现实世界 实际不过是 事物自性的一种自我显现 这个也许很难理解 但是大家也只能 按照我给大家举的 泥土的例子去理解 就是所谓雕像 不过是泥土 自我自性的显现 用西方哲学的话讲 凡是概念 所描述和表达的 必有相应的实体 所以概念也是实在的 这种观点 如果提炼出来 就可以形成 有不哲学的 两大基本命题 第一个叫三世实有 第二个叫法体横有 所谓三世实有 这个有是一种超实态 所谓法体横有 这种有是一种实体 如果根据有不的解释 我们就可以判断 有空两词真正的定义 所谓有 就是具有单一性 不变异 不可分 绝对无条件的存在 而与它对立的就是空 那就是可分的 可变异的 无常的 具有多样符合组合性的 相对条件才能存在的 就像泥土 它不可分 不变异 它是绝对存在的 而泥土做成的雕像 变成各种样子 可分的 所以这就是有和空 有不用这种观点 说明了众生的本质 用以论证 早期佛教的一个核心观念 即人无我 这个时候 事物的自性是不能自生的 泥土自己并不能变成雕像 那它怎么变成雕像的呢 它就需要凭着一种重原力 比如 稻谷 它并不能自己长成 被稻 它必须借助土 肥 这种重原力 才可以 所谓这个重原力 就是因缘 于是 有不就把早期佛教的因缘 彻底系统化了 在恒长的法体和因缘作用下 就形成了世界 大家懂得这个意思了吗 泥土有自性 雕像是空 无自性 它在我的捏速下 我的捏速就是它的因缘 而形成了它的空 像有不这类的哲学观点 是一类整个哲学流派 凡是主张概念在先 概念实在 理在世外的哲学派别 它都同属于同一思想体系 我们一般在哲学上称它们为 客观唯心主义 有不 重新分了五维法 第一类 仍然是色法 第四是心法 心所有法 心不相应法和无维法 这里我们谈一下无维法 无维法是永远不会变化的 其他四个都是有维法 是处于变化的世界中的 有不 把人类全部的精神现象 分成了心与心所 就是心的所在 这个解释很难理解 我用普通意义给大家说一下 虽然不太恰当 就是有不把人类的全部精神现象 分为了认识与心理活动 作为认识 就是通过眼耳鼻舌深意 直面对象得到的认识 这属于一般哲学的认识论范畴 然后认识完了 才产生心理活动 这个认识的过程叫心 因此产生的心理活动过程叫心锁 我不之所以要把认识和心理活动分开 它是有两个明显目的 第一 他要给一般人去认识问题 提供一种心理学基础 希望你在一种指导下 按照佛教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其二 他想确定 人类通过认识产生心理活动的道德属性 以确定哪些心理活动是正确的 我们讲到这儿就发现 友部的哲学体系如此惊怨 所以说只有在富有的王朝 直接资助下 他才可能形成 友部 是小城学派的绝唱 他及小城学派一大成者 达到了巅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